Hello大家好,我是Sabri,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段时间发了搬家的Vlog之后呢 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想要看我的新家长什么样子 其实呢,我们现在搬来住着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拿来过渡的家 只会暂时住一小段时间而已 因为这个房间其实差不多是大家看到的,就只有这么大 里面只放了下一张书桌和一张床 所以呢,有一个人的书桌就在外面,就在客厅里 还有就是这个房间的衣柜就只是这样子一排 不像是我们之前那个可以走入式的 然后卫生间也不在房间里面 所以这个房间就是整体来说是很小的一个房间吧 但还好我们有之前的断舌离作为基础 才没有让我们的东西把这个房间满到爆出来 这里是李某人的书桌 然后这边就是房间 房间进来呢,那个是我的书桌,这个是床 这里是一个衣柜 然后就结束啦,朋友们,今天的Room Tour就到此为止 好啦,开玩笑啦 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把这个房间变成是我自己喜欢的风格 还有是如何把我们两个人的东西都在这个小房间里面装下来的 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小秘密就是 这张床 这张床其实我有在之前的Vlog里面拍过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床呢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能装 因为它这个床比较高嘛 然后床底就有大概这么高 这么高的空间可以装东西 这个可以塞下很多东西 我们把雪板、行李箱、很多纸箱啊 像我装我的一些什么文件 然后鞋子都放在床底 能塞下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它很高 所以它充分利用了垂直空间 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个收纳利器 如果你们家比较小 正从着没有空间放东西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换一个床 这个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它拆卸起来很方便 它是由钢架搭乘的 然后只要拧螺丝就可以装起来 然后搬家的时候也非常的轻便 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便宜 才一百刀出头 比起一家的很多床 甚至它会更加的便宜一些 所以我很推荐这一个床哦 我还有一个收纳的小秘密 就是我会喜欢用这种比较大的毯子 因为我们睡觉也会盖嘛 我就把这个毯子这样子给垂下来 就看不到床底到底有什么东西了 或者像我之前会用一种Bed Skirt 就是给床穿上这种连衣裙的样子 围周围围一圈 也就可以挡住床底下的东西 让我给大家现在看 就其实我们床底是很乱的 但是呢我只要把这个毯子放下去 就完全遮住了 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床底到底有什么 或者是摆放有多么的杂乱 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小秘密 就在镜头的反面 是我窗台上的布 这个其实跟毯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这个窗台它本来不是这个颜色 它是那种深红色 但是因为我觉得不太好看 我就拿了很多这种布把它遮住 最开始我本来想说这个红色就红色吧 忍一忍就好了 反正住不了太长的时间 但后来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 哇这几块布还留着 我想说干脆拿出来铺在这个窗台上 一整个房间的颜色 然后还有质感都会上去很多 我自己特别喜欢 第三个我想要分享的东西藏在我的桌子底下 就是电线收纳盒 本来呢我的桌子底下真的跟盘丝洞一样 很多很多线就是挂在那里很丑 但后来我实在是就是受不了了 就买了一个电线收纳盒 虽然这里还是很乱 但是那个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一整个盒子里面有好多接线板各种线 算是比较整齐的啦 起码看上去没有那么像一个盘丝洞了 嘿咕咕 turn on the neon ok turn on the neon 第四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灯 这个是之前我买的一个霓虹灯 一个flamingo的粉色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灯啊 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之前吧就希望房间里的光线可以暗一点 我就会开这个neon 就特别的温馨而且又有助眠的感觉 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衣柜 我之前不是断水离掉了很多很多很多衣服吗 所以我现在还挺骄傲的 这个衣柜虽然它只有这么一点大 但是我只装了它的大概一半三分之二可能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不过我要吐槽就是这个衣柜 它相当的奇怪 其实这个衣柜呢只有这边过去这么长 就是这一些吧 但是它一共有三扇门 如果把这扇门再安上去的话 这个衣柜的开口就只有like这么一点点大 几乎拿不了东西 所以我们就只能把这扇门给它卸了 但如果卸掉的话呢 我们衣柜就永远有一块地方是开着的 露出来真的蛮丑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就只能忍着 衣柜里的情况呢就是这边右边是某人的东西 然后这边白色这件衣服开始到头 就是我所有就是挂着的衣服 我还有一些什么背心啊 夏天穿的那种crop top是放在那个抽屉里面的 总共差不多真的只有这些 而且是我的外套加什么毛衣加短袖加裤子 所有全部都加在一起 就只有这一些咯 好啦 房间差不多就是长这样 接下来的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里面我也是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收纳的小方法吧 其实卫生间里面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先带大家去看一下好了 这个卫生间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置物架 因为这个卫生间它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收纳空间 所以我只能额外放一个置物架在洗手台边上 这样就可以装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其实我确实装的还挺满的 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卫生间的收纳好物 就是这个毛巾架 很平平武器有没有 这架子真的很好用 就勾在门上就好了 两个人用的所有毛巾都可以挂在这里 第三个我想分享的就是这个 挂在浴室里的架子 本来它是挂在淋浴头那个地方的 但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淋浴头 现在是可以拆卸的 我来美国这么久 第一次住到可以拆卸的淋浴头的房子 Anyways就是这个架子 因为很多时候像浴缸这些边边 放东西的地方很少 就有一个这个架子 上面就可以放一些洗澡要用的东西 就拜在这里 好了今天的room tour 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因为未来的计划上的一些原因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会住太久 所以接下来呢很快就要搬家 然后又要再进行一次断舍离 因为我们现在的东西对未来来说 还是有点太多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 在收纳和断舍离上有一些小小的灵感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了点赞留言弹幕转发订阅 你们的支持是我把视频好好做下去 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